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 这位聪明带着我们一块去跟他找羊 那么我们现在就坐上车过去找喽 这是个老羊啊 我们要爬过这个路边上的这个沙坡 看不见啊,对面就是羊 红沙漠,大家看不到可能 现在呢,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柯平县的戈壁 左手边呢,就是柯平县乡镇的棉花地了 棉花地里一大群羊 冬季了,冬季呢,草场上呢,草呢是比较少的 只有在靠近农田那边呢,有包谷草呀,麦子草呀 还有这个棉花杆子呀,这些都够他们吃 而正在我们对面呢,有一片 非常小的一片红沙漠,因为这个柯平县的红沙漠是特别多的 羊群看到了,你看,主要是他们一上去了,我也要过去了 这个羊全部刺你的吗? 这个羊全部刺你的吗? 这个羊就这样子 可能羊上几个月以后可能还卖出去 就开始卖了,去年的时候它卖羊卖了多少? 150个羊,150个左右 然后起头牛 起头牛,150个羊全卖掉了? 全卖掉了,牛嘛一个17000,15000左右的 那柯平的羊是这种山羊还是绵羊? 都有,两个就可能是比例可能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的 好嘛,它每天早上啥时候开始出去放羊? 10点钟到7点钟,早上10点钟到下午7点钟就是会 现在不是冬天吗? 给摊上的草够了这些羊吃啊? 不够的话还有这个棉花地里面 还有自己还要买治疗羊 那也就是它也种地了吗? 也没带的是啦 也种地 那你平时在这边放羊的时候 有没有过来过去的 这附近的那个啥个居民 或者说是过来玩的游客 买你的羊有没有? 有啊 有 也有的 你可以 就看上你的羊就直接就买走了 对 那这几个人是这样的 我们的国是 我们的国是退账的 这个山羊的话就是450到 400左右的 山羊的羊价比较低吗? 好一点的话就是 比较 就是600块钱比较高了 好嘛 绵羊的话就夹个不一样 看大小 看大小 哎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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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